华人最大的问题是牙周病 因为牙周病不会痛 但来看医生的通常都太晚 牙医陈医群提醒 民众在刷牙时如果容易流血 牙影出现红肿或者牙齿松动 可能就是牙周病的警讯 牙周病是口腔细菌与粘液形成的牙菌般硬化 造成牙结石而导致牙影发炎 预防牙周病的最佳方法是正确清洁牙齿 并每天使用牙线清洁 常在食指 常在食指 然后这样不会动 食指拉着用拇指推下去 通常是最后面开始 下去往前勾一下往后勾一下出来 如果用牙线用到流血 表示牙齿牙肉本身有细菌在 或者是不常用牙线 偶尔用一次的就一定会流血 如果每天用保持干净 你再怎么用牙线都不会流血 另外他提醒清洁舌胎也可以改善口臭的问题 口臭造成的原因大部分就是细菌 如果牙齿干净为什么还有口臭 那八层就是在舌头里面 他提醒民众应该定期每六个月检查牙齿 七十岁以上的慢性病患者应该每三个月检查一次 他还指出 虽然牙周病不能被根治 但定期洗牙保持牙齿清洁可以阻止牙周病的进程 新唐人记者玉京徐展成洛杉矶采访报导 我下回帮你拔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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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